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始終屹立不搖 台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我們深知彼此的立場有所不同 但始終願意包容彼此 我們深知彼此的意見有所起義 但始終願意攜手前進 從而凝聚成為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樣貌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併吞 我的使命也是保護全體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堅定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並肩 共同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 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皆能安身立命 我的使命更是照顧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生活生計 積極發展經濟 擴大投資社會照顧 並且讓經濟發展的成功果實和全民共享 然而 國家的挑戰未成間斷 全球的挑戰也正是台灣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遷 衝擊世界的永續發展 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衝擊全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而威權主義的擴張 也在在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威脅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 自由的生活方式 因此 我在總統府成立了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以及全社會黃瑞潤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環環相扣 都和國家任性息息相關 要打造更強潤的台灣 積極應對挑戰 也加深台灣和國際社會的合作 我們要強化台灣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 更會持續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並透過發展多元綠能 深度節能 以及先進除能 來穩健邁向全球2050靜靈轉型的目標 我們要有效防堵國際傳染病 並且提升國人平均一命 降低不健康年數 以及落實健醫療平權 讓人民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台灣 我們更要提升國家整體的國防 民生 災防 民主 四大任性 台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台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台海也更和平穩定 台灣有決心自力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榮 也願意和中國共同應應氣候變遷 防堵傳染病 以及維護區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融 為兩岸人民帶來鬍子 長期以來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投資中國 以及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力的提升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帶來貢獻 對內重視民生 對外維護和平 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每日皆有無數的無辜人民死傷於戰火中 我們希望中國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 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惡物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台灣一起承擔國際責任 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與繁榮 做出貢獻 在國際情勢 越混亂的時代 台灣將更沉穩 是以自信與茁壯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力量 我相信 一個更強大的民主台灣 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理想 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今天 陳水扁前總統 蔡英文前總統 以及不同政黨的領袖 都來到現場 我要感謝各位的參與 這代表著國家一代又一代的實力累積 也代表著台灣多元民主的價值與意義 國家要團結 社會要安定 感謝近期韓國瑜院長和卓榮泰院長 開啟朝野的合作 將促成朝野黨團會商 民主國家的政黨 對內競爭 藉由競爭推動國家進步 對外團結 爭取國家利益 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政黨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立場 國家利益 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 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因為 這正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先烈 拋頭爐灑熱血所秉持的精神 這正是衝破威權的前輩 犧牲奉獻追求民主 所帶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啟示 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今天才會不分黨派 不分你我相聚於此 我們大家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 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我相信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夢想 也是台灣社會與國際社會共同的理想 台灣人民越堅持 全球民主就越堅韌 台灣人民越堅韌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不分彼此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